15个格子 你多放一个你就少一个气 所以的话你这个放的越多 也就意味着你气贫越少 这也是一个关键中的关键 随属性 现在上方属性担忧了 这个是提前转了自己 然后又被对方转一下 然后再次转身 哇这个是双转吗 这个是 这波拼完之后 现在是这个 双方都没有吃到属性优势 活属性 现在下方有优势了 转了对方属性 哇这波转的实际非常到位 现在又放了一个随属性 虽然双方都没有优势 至少上方有一只宠物是有优势的 当然他也没出手 也没有想出到这个优势的 这个带来的效果 异常抗性降低 直接睡眠 哇非常厉害 这波诅咒流打的非常漂亮 风属性 两种占优 这个是企图破掉你的 这些精灵 但是好像没有破完 这个上方选手 这个真的是打的很稳健 我把这个进行该套全套上 那么现在的话 双方好像打了这个数十个回合 还是出于一个什么呢 还是出于一个双方试探 寻找对方犯错机会 但而且双方从现在情况来看 好像都没有找到 都没有明显的找到 只能说下方选手是成功的几度让面包选手陷入一个危机之中 但是面包选手始终都把这个危机扭转过来 而这个面包选手也是想要找到对方的弱点 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到 也可以说从目前的局面来看 叶之冷魂应该是稍稍占优的 他是采取了一个攻势 而这个面包选手是正在进行防守 当然防守不是说我真的防御 我是一边防御一边攻击 在防守中反击 好 两位选手的话是相互之间是在释放这个精灵 都是想要把对方控住 然后再找出对方的这个波罗点 现在上方选手是被控住了 立马遭到了下方的一波 这个激活 但是成功击飞 完成了他的这个破发任务 那首先把对方的这个首发阵容彻底打破 那么一般情况下来 双方在PG当中 绝大部分选手可能会选择 将最强实力最强的宠物放在第一轮出场 因为很可能我用最强的实力的宠物 直接把对方可能就击败了 所以的话一旦自己的首发阵容 也就是我以自豪的最强宠物组合 被打破 那么接下来的二发阵容 可能就没有首发阵容那么强大了 那当然这也不是不是说百分百的 那有的选手可能是考虑到属性 所以跟应对不同的选手使用不同的这个宠物 那么他的话放出来的二发阵容 就是一只水超梦甲 非常厉害 直接释放了多轮的这个睡眠 那最终的话是被上方的话 直接这个一波进化全部解除 下方的话是为了打醒自己的这个人物 选择了这个多弹打自己 哇这刚放出来这只水超梦甲是非常的凶残 直接把下方形容的这个一只宠物给击飞 也就是说同样也破发了 对方上方形容是成功破发了这个下方的这个首发阵容 这个打破了双方都被打 首发阵容都被打破了 那么下方形容不但是这个被打破了一只首发阵容 同时还选择了换掉一只首发阵容的宠物 这是什么鬼呀 这是我主动换一只 他可能是要为了保持这个二发阵容的一致性 所以选择了这个我换掉同时换掉两只 这难道是为了对称吗 上方有一只超梦水超梦甲 下方的话放一只超梦 然后两只不同的 两只不同的 一个是金爆 金爆也是暴龙 一个是碎骨龙 哎呀这碎骨龙已经被飞了一只了 这有点尴尬了 我看出来了 上方已经找到了下方的博乐点 我一旦飞掉了你一只虫之后 我就集中火力 不停的打压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已经被飞掉过一只宠物的蓝物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蓝物已经被飞了两只宠物了 也就是说他只剩两只战宠 那因为一个人身上只能带五只宠物 而其中一只要作为其宠 剩下的这个四只的话作为战宠 那么现在已经被飞掉两个 那么也就是说他还剩两个 先又放出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还剩一个 所以说的话 如果再把它飞掉一个的话 那么掌上的局面就会抖篮发生逆转 那么从刚才的这个现在情况来看 自从叶之冷魂被飞掉一只手 手挖阵笼之后 他现在的原本的采取的一个攻势 就变成了一个手势了 别看好像双方还在互拼 但是攻守双方都进行了一波转换 这个转折点就在于 前一回合叶之冷魂分掉了上方的这个金爆 而后一回合放出来的这个后两回合吧 上方选手放出来的这个水超这么讲 把下方的这个